今天咱们讲一张这个时间服务器啊 这张时间少啊 很少啊 相对来说课程呢 也比较短 但这张很重要啊 为什么说很重要呢 因为时间服务器这东西啊 不管是对于这个咱们这个系统啊 还是包括什么数据库 你只要是设计比较大一点的网络环境 这个东西都非常的重要啊 咱们记得那个 前面这个CSA咱们讲安装的时候咱们说过 说你看为什么上来头一个事儿 让你调时间时区啊 为什么呀 这东西对于咱们这个大型网络应用来说 这东西很有用 为什么你比如银行啊 银行你说我取钱啊 说那个这银行肯定是全国是吧 那个全世界的哪都有银行是吧 你比如说我这个存钱存在银行里 全世界都有这份行 你中午十二点啊 你取走一万块钱 你换个时区 那时区可能不到十二点 那时区才十点 那服务器上写着你十二点取了一万块钱 那得了 那时区不到十二点 你这一万块钱的显示没取 那你是不是还能取一万 那不就出事了吗 是吧 所以这种在生产一线肯定 这东西他得设 就是说得有一负责干嘛呀 给大家统一时区时间 这种规划的 就对表的 说白了 干这个的啊 那这玩意要是整不好 这事特别大啊 你包括这个 比如说咱们这个Linux系统啊 包括Windows啊 包括什么Oracle数据库 MacBook数据库 他这个只要涉及大型网络服务的 这个时间时区这玩意都特别重要啊 那么这东西 咱们讲讲理论啊 说这个干嘛用了 他怎么用了 咱们在红帽7这个系统里 咱们用这个叫Terry啊 这个服务器来管理时间啊 老版本的像5和6不用这个 用什么呢 用NTP啊 叫NTP那个时间服务器啊 新版本到7了 咱们用这个Terry啊 但是这个红帽7的系统里 这两个服务器都有 都支持 安装包都存在啊 但是你使用的时候可只能用一个啊 这俩你要同时都弄了 就冲突了啊 出事了 所以建议在生产一线的 这两个服务啊 你装一个 或者两个都装 你得mask掉一个啊 你不能让他俩同时起来 就出人命了啊 那么这个呢 Terry是一个开源软件啊 主要干嘛呢 就是保持时钟和这个服务器之间啊 客户端这个和这个时间 和这个服务器时间同步的啊 让你的时间更精准啊 有的老师那这时间设一次还不行啊 计算机时间还老变啊 对 你这个咱们这时间啊 这怎么说呢 咱们这个是什么统一啊 以前上学的时候 就想是以这什么英国伦敦啊 什么那个格尼尼日时间为准啊 但是你这个 你这个时间都会飘 包括说 比如说咱们电脑的 电脑时间 主板时间 它也会飘啊 为什么 它为了保证不飘 它尽量飘少点 它主板上不是个BIOS电池吗 是吧 BIOS那有个电池 它保证这个主板系统一直带着电 它那个保证时间一直在那走着 但是它也会飘 咱们这虚拟机啊 就这虚拟机啊 时间飘的更厉害啊 包括你说手表啊 这玩意时间也飘 说瑞士做的手表好 是最好的手表 它也飘 只不过它可能飘的少点 说可能 十年飘一秒 是吧 但是它时间还是会飘的啊 咱们这个呢 红帽机呢 是用这个 来解决这个 时刻咱们对个表吧 啊 经常对点表 这时间不就准了吗 是吧 那这是咱们讲这个 今天这一张这东西 干什么呢 干这个啊 那实验呢 肯定得用什么 两台机器啊 那一会咱们把这 琴一啊 7-1这机器 红帽7-1这机 做成一个时间服务器 它提供时间的标准啊 前二这机器呢 作为客户端啊 跟琴一呢 保持时间同步啊 呃 先看看这包吧 YAM search啊 NTP 这是以前五合六的 五合六用的这老的这服务器啊 这服务器 红帽机也支持啊 也有这包 你也可以装啊 它默认是有的啊 System Control 你看一下 NTP 它在手术进程的NTPD啊 这个 呃 没提啊 没装没提啊 呃 但是这服务是有的 你可以用它 你可以用它啊 但是建议生产一线干嘛呢 你最好把它关了啊 你不给它mask掉啊 别让它起来 因为这玩意 两个时间服务器 同时起来会捣乱的啊 建议咱们用什么呢 咱们用这个 这个 这个 cherryD啊 你看它默认就起着呢 而且默认开机 下一次 它就启动了 因为它很重要啊 这时间对于咱们这Linx系统啊 很重要啊 不光对于Linx系统 只要大型网络服务的都很重要啊 你你Oracle数据库 我买色格数据库啊 什么微软的服务器啊 08R2的 12R2的 都是默认都要起这个服务啊 时间服务器 它在保证时间一致 时间一致 那么呃 这个服务器呢 起来之后呢 咱们说啊 看一眼 他在这个 呃 先看一眼这个吧 啊 GalienTU GalienP GalienP 看一眼啊 他默认工作在哪个端口呢 这个 123端口啊 UDP的啊 UDP的 是网络之中走的UDP的啊 整个网络 它群发的啊 大家通过这个123端口啊 来 去跟服务器 取得这个联系 取得联系啊 这个进程 走的123 那么 看一眼 他这个 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 就在ETC下 叫Terry.co 配置文件很简单 就这么几行 你看到头了 就这么几行啊 里边写的东西也不多啊 这服务也很好配啊 首先 先看上边 最一开始写的人 这什么意思啊 咱们Linux里 这时间服务器有个规定 什么规定呢 如果你是想作为时间服务器 说我 我得当老大 你要想提供 对外提供时间服务啊 有一个规定 什么规定呢 你得先跟别人对个表 要不然你这 谁知道你时间准不准 是吧 你得先跟人家对个表 你得保证 哥哥们 我这时间是准的 你才能给别人提供服务呢 你要是不跟别人先对个表 保证的时间精准 你不能提供服务 当然有的时候呢 说你看他默认啊 时间服务器默认是跟谁对表 跟这四个哥们 这四个哥们 0.RG H1 2.Pro.NTV RG 1.2.3 这四台 这四台是谁 红帽提供的服务 说句良心话啊 这四台的这个 对表经常对不上 这怎么理解呢 我拿Windows举例啊 有的你可能虚记 你不能联网 你拿Windows 你要能联网 你可以 你也可以对表 Windows也能对表 也有这时间对表 这事 怎么对啊 这么对 你点开这时间啊 Internet的时间 你看这种更改设置 我默认给他关了啊 默认开机 你自己看一眼 你新装的系统 他默认是启动的啊 也是Windows 你看他 微软也提供了 几台时间服务器 你说大哥 您上来以后啊 您装完系统啊 默认他时刻让你 跟这几个哥们对表 跟这几个哥们对表 但是你会发现什么 你Windows对表也是 你跟他们这几个对啊 尤其第一台对啊 经常对不上 你对一对 他过的那个Timeout的时间 他告诉你 大哥连不上 为什么呀 你这么多人跟我对 我这服务器不得累死啊 所以经常对不上 你往后悬点 你往后悬点 有的就对上了啊 那么 Linux 也包括这时区啊 都能改 那时区啊 这时区咱们多说两句啊 其实这不是课程重点 呃 这个设计啊 咱们是北京时间 是东巴区 是吧 他后面把乌鲁木齐 什么这都过 这其实不太合适 为什么 你要去过新疆那边 你就知道那边时区跟咱们其实严格北京这边 不算一个时区 他时间比咱们怎么说晚啊 怎么叫晚呢 就是说呃 你要是说在北京 你早晨你说起床 一般起床起床 你出去吃早点肯定有啊 你要在新疆起床 你出去吃早点 木游 为什么 那边时间晚 你想啊 这太阳啊 这照地球啊 地球是仔细想东转 对吧 肯定是靠靠东半 咱们北京这边先照着太阳 咱们那会天都亮了 那新疆那边七点的时候还没亮 那边相当于是五点啊 但其实太适去 你要去新疆 你知道你早上七点你出去吃饭 没有啊 呃 晚上呢 呃 你说晚上你这个北京 你想七八点钟天都黑了 新疆那边天还亮着了啊 正是大家出去吃晚餐的时间啊 说到这我得说一下 我去趟新疆啊 早晨没有卖豆腐脑的 这挺讨厌的啊 早晨吃的特别横 早晨一边吃什么牛肉片的包子 然后什么这个都是清真的啊 倒是很干净 故意叫清真的 吃这个什么牛肉汤 羊羊羊羊羊汤什么的玩 这早餐吃的特别顶啊 到中午都吃不下了 这个红外这设计的这个 把中国这什么 他都跟一个这个 其实有点小毛病啊 有点小毛病啊 咱们主要说这个啊 那么呃 默认的你必须得跟这几个老大 你对个表 但是你说有的时候 这网络之中说我是一内网环境 我不跟外网联系 怎么办呢 那你也得对表 那你跟谁对啊 跟自己对啊 那咱们今天这实验 你比如说我现在虚拟机 我就是一内网环境啊 我想对外让他提供时间服务 那你说了 我必须得对个表 才能提供服务 我又连不上这四台 怎么办啊 你怎么干 很多体验生产一线 都是内外网分离的啊 他不让你这个防外网啊 怎么办 这么干 你把这四个服务器先进了啊 那以后呢 往底下找啊 你跟外边要是对不了表的话 你又想提供时间服务怎么办 你跟自己对个表 这儿有一local的这个啊 你把这行给他激活了啊 呃 激活啊 就表示什么呢 我跟外边不对了 我跟自己对个表 你反正你只要对完表 你就能提供服务 你不对表 你绝对不能对外提供服务啊 你把这个开开 你要还想多改点呢 你可以改个哪 改个这儿 就是你看这个啊 额漏范围啊 我允许哪些NTP客户端啊 你比如说我 我想给整个网络所有机提供服务 我只是想给谁啊 呃 100.0段的 我只想给这网络提供时间服务 你这么改啊 就行了 你就改这么点就行了 这服务器很好配啊 改完了 注意啊 你得重启一下 啊 什么呀 啊 我先不重启 为什么呢 我一重启他就跟自己对表了 呃 跟自己对表呢 他时间服务器不是马上就对 他一般是需要等几分钟 他有周期的啊 他有一个时间啊 不是说你一重启马上对啊 而且我这不重启 我是为了让你演示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你看啊 我这边如果没有跟任何人对表 我是不能对外提供服务的啊 那我配一下前二 我前二一会跟情依对表 我现在情依还没有那个同体啊 所以情依就算配完了 也应该对不了表 我给你演示一个这个 那这边呢 也是开了这服务的 你也要改一下这个配置文件 也得改这个 开始的靠服啊 那么你是作为客户端 那你就得跟老大队表吧 你跟哪个老大队啊 你可能不能跟这四个老大队 是吧 你想跟情依对 怎么办呢 把这三个老大先删了啊 写在上面的优先 你别跟上面对不完半天 你才跟最后这个队 是吧 你告诉他 你想跟谁队啊 我想跟这个老大队 他 IBRAS表示立刻马上就对啊 那好 就改这一个就行了啊 我就要跟这个老大队 我不跟别人队 我也不跟本地队 我就要跟他队啊 保存队出啊 然后你先 这个也别同体 你先看一下 Time Data Control 命令是用来查 咱们时间这个状态的啊 你看现在写 我现在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我的时区是哪啊 我允许NTP吗 允许啊 NTP SYNC啊 咱们讲NFI的讲过这个 这叫什么 这叫同步 对吧 我跟时间服务器同步了吗 No 我并没有同步啊 我把这个先从铁楼 那他是不是就马上跟那边队表去了 但你发现一个问题 这还是No 你说我从起服务 他不是直接找老大队表去了吗 但是您这现在这老大呀 还没有跟别人队过表呢 你这老大现在还不能提供这个队表服务呢 你说我从起了 我从起到这边 这边我再从起一下他 我应该就对上表了吧 你看还是No 为什么呀 我说了 时间服务器 你要是说跟自己对表也好 跟谁对表也好 他不是马上就对啊 他也得有一个周期啊 你等会儿 等会儿他就对了啊 他得先跟自己对啊 说怎么查这状态 你可以用这个 用这个 咱们在客户端查吧 用这个啊 sauce 这还都推不出来啊 真讨厌 用这个命令来查这时间服务器啊 时间源 你可以看时间源是怎么这么回事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 这还有一个sauce的 这个我记得是这个啊 ats 这个也可以看时间源状态啊 你一定要等一会儿 你再看 哎 这会儿是yes了 看到吧 刚才上面这一支都是no的吧 你把那边重启了还是no 他得等一会儿 等什么呢 时间服务器这边 也跟自己对完表了 他才能就会提供服务 他提供服务了之后呢 自己这边也得等一会儿 然后才能对上表啊 他不是说你一重启马上就对啊 他得等一会儿啊 这个看人品吧 有时候你们做实验 可能得等一两分钟才能对上啊 我这个人品还是不错的 你看这已经对上了 是吧 那你这两边时间就一致了啊 那这是咱们讲 这个最基本的实验啊 怎么去改这个啊 那既然这写的是虚的 咱们还可以干嘛呢 咱们这整个这个时间 这个设置啊 在红网系统一都用这个 叫time date control 这个命令来来做啊 你可以干嘛 列出时区啊 你发现他 他列的是很多时区的国家啊 你在哪个地儿 你可以直接写这个就行了啊 怎么写啊 怎么设置啊 就是time date control 然后你不是列出了 你可以用sit啊 sit这个time zone啊 time zone 你比如说咱们这是亚洲上海 是吧 我也不想敲了 我直接复制 亚洲 上海啊 你就直接把你列出的那时区 你找着 你直接写上 这就设置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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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那么咱们是咱们在北京 一般来说就用中国 咱们一般就用这亚洲上海 东巴区啊 没有北京啊 就是上海时间啊 咱们一般这么设时区 那如果你想改时间怎么办 说我想不是改时区 我想改时间怎么改啊 也是用这个time date control啊 你看我现在是2016年5月17号 是吧啊 今天是不是什么购物节啊 那么好像是 然后呢 我们比如说我要改 我要改时间 我怎么改呢 你可以用一条命的给他改了 用什么叫sit time sit time的时间改成什么呢 我改成这个2015年的啊 我改成去年 -01的1月份啊 比如说我改成1月10号 可以吗 直接这么改啊 你再用time data control 你看一眼 哎 这就改过来了 2015年1月10号 是吧啊 那你说我我现在这个点是几点啊 我这是 它是零点啊 一改这个时间 它就变成零点了 是吧 我我我我还想改 我还想改这个时间 我这时间值我也想改 我就想改成 比如说10点啊 呃 10点整吧 可以吗 可以啊 你在time data control 你看10点整啊 开始走了 是吧 那么呃 可以一块改吗 可以啊 一块改 你说我想改成这个 比如说我想改成12点整 然后那个日期呢 我想改成2015年的这个 呃 2015年的1月1号 可以吧 啊 可以 但你这么改不行 因为这这不两段中间有空格吗 咱们之前讲过 说反正碰到这种情况 你要拿引号给它引上 表示这是一个整体啊 你在time data control 你看一眼 你看2015年1月1号12点 是吧 啊 用这种方法来改时间时区啊 包括那个具体的日期什么的 都用这种方法 咱们来呃 修改它啊 你可以一块改也可以统一改啊 那么你说我现在这个时间飘了怎么办 我可以再对回来这表 怎么对啊 你可以restart一下这个tary 这个服务啊 但是咱们还是那意思 他不会马上就对啊 如果你想马上对怎么办 你可以也用一个以前的这个命令 ntp data用这个 ntp data要叫188.100.1 啊 直接这么对 但是他也得焊一下啊 还是得等一下他去对 啊 哎 好了 出了 看什么呀 他告诉你说 呃 adjust the time server 这个啊 offside的偏移 这么多秒啊 咱们来看一下 time date 你看对过来了啊 就是说你用这个ntp data 他能稍微快 他直接就连时间服务器 直接找那边 只要那边能提供服务 他这个就直接对过来了 他这个告诉你啊 我又偏移了多少 你看这个时间 你看咱们刚对完 他又有一个时间小偏移 但是这个时间偏移 那已经很小 0.0000多少秒啊 这都已经是小的时间偏移值了 但是你会发现 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偏移 还是有一定的时间偏移啊 你时间长了以后 可能慢慢就时间更大了啊 在生产一线 这个好处在哪 就是比如说银行系统什么的 他这个服务好在哪 就说他不会 他一般不采用这种对标 咱们一般你看用这种方法对标 咱们直接啪一下 时间就过来了 在银行有些系统 他不推荐这种对标 为什么 你这时间如果飘了 比如说一个小时 大小时 那你这 比如银行证券这种 他这一个时间段之间 他可能交易量非常大 那可能说你啪几把时间 直接弄过来 有些东西要报错的 他采用了一般什么 呃 不是马上同步 他是采用渐进式的 就是说一点一点时间 对过来 这种方式啊 但是那种方式呢 就是只有在特殊的那种行业 咱们去用 一般的咱们的生产 就用这个消费 直接啪对过来啊 那既然讲这 咱们说一下 就是以前的NTP的那个服务器 相关的指定 他也支持 你比如咱们查这时间 就是老的那些命令啊 Data 咱们以前红网五和六 是用这个Data来看 时间啊 这么来看啊 包括改时间 怎么改 用这个Data 啊 杠S啊 你比如我再给他改成 这个2015年的啊 这个1月1号啊 都能直接改啊 你看直接就改过来了 在Data开 直接就改过来 包括也可以分开改 跟那一意思 我就不演示了啊 也可以一块改 也可以单改时间都行啊 然后你 你你如果时间飘了 你再NTP再给他对回来 再给他对回来啊 时间你不马上对 他一会儿服务自动也会对 也会对啊 只不过这个快点 你看啪 一下偏了这么多秒 这这当然时间飘的多了 你直接都改了一年了 是吧啊 这个 包括还有一个指令 用这个HW clock啊 这个指令很有意思 你可以慢一下他啊 你可以慢一下他 这指令什么意思呢 呃 他这个对表啊 可以改这个系统主板那时间啊 可以改主板时间 用这个命令啊 呃 一个是杠S 一个是杠W 看看在哪呢 杠S 杠S是从主板往外对时间 杠W是把你现在的时间写到主板上 尽量少用杠W 直接就给你写 哎 这怎么没有啊 哎 这个讨厌这呢 应该有啊 哎 这呢 是吧 你看 呃 杠杠W就是什么呢 设置硬件时间 到当前系统时间啊 这两个不一样啊 但是这个说实话 这个咱们红帽机啊 还是推荐 咱们还是用这个 Timeout DateCtrl 用这个来做啊 这个 这个相关的指令 一定要手机啊 这就是今天这一张啊 很简短啊 很简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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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